如果有任何不快樂的事情 我都會跟媽媽講 我跟我媽媽無話不談 我真的很聽我媽媽話 只有一次沒有聽我媽媽的話 就是交到印尼 因為每個人對父母都有做不足的地方 您覺得年輕人可以怎麼做才算孝順 我覺得應該多陪陪父母 你想想看 年紀大了 退休了 在家裡面一定是就是 期盼著孩子們能夠經常在身邊 我們小的時候 媽媽牽著我們的手 那我們大了 我們也要抓著媽媽的手 讓他們心裡有一種溫暖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應該花多一點的時間 跟父母在一起 如果不能在一起的話 也是常常打個電話 跟他們說 我每天跟我媽媽通電話 每一天 我們在那個時候 你看應該說是1977年 微信啊 微信啊 LINE都沒有 那我們要花很多 我電話費花了很多 我跟媽媽的感情特別好 所以我只要有空 我會到澳洲 剛好那個時候在印尼 離這個澳洲是最近的一個地方 去了後 就陪我媽媽坐在那裡 因為媽媽看電視 我抓著她的手 媽媽喜歡講以前 我覺得年紀大的人都是想回憶在你們小的時候怎麼樣怎麼樣 講這些事情 我就聽 讓媽媽很高興 然後跟媽媽一起和麵包餃子 那我要離開的時候媽媽就說 那什麼時候再來啊 媽媽總是希望我一直陪著她 在那個時候我如果旅行的話 就盡量讓媽媽陪我一起 我們從泰國 到香港 那現在還會常常想起媽媽嗎 當然了 媽媽離開十幾年了 我現在隨時隨地 我都是在想著我的母親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所有的朋友 不要做遺憾的事情 在父母健在的時候 多陪陪她們 母親一走了到現在 我一點都不遺憾 因為我盡我的力量 陪著我的母親 那有跟媽媽說過不愛你之人嗎 當然 我跟媽媽非常的親 不吝嗇表達 不吝嗇 我覺得我很幸運 有一個很好的母親 我可以講 媽媽是我的糧食 我剛剛開始在中央酒店的時候 那我的母親就 她都是坐在台下 我母親就像一般 她就坐在那邊看完了後 回去告訴我 要怎麼樣做 她是我最好的老師 節目做到 如果說 朋友如果稱讚的話 那都是媽媽的功勞 如果有遇到一些委屈的時候 會跟媽媽訴說嗎 會告訴她 我媽媽就說 你不要去想 你一定要快樂 如果有任何不快樂的事情 我都會跟媽媽講 我跟我媽媽無話不談 我真的很聽我媽媽話 只有一次 沒有聽我媽媽的話 就是 嫁到印尼 我媽媽說 你再想一想 值不值得 我跟她說 我說 不行 我在台灣太忙太累了 她也知道 那個時候節目很多 而且你要曉得做電視的話 你要常常出現 太累了 所以我心裡想 好不容易有這個機會 我到了印尼 那個時候通訊也不發達 等於是躲開一樣 到了印尼 大家找不到我 根本沒有 我也看不到台灣的電視 等於是另外一個世界 我的母親也很愛我 其實媽媽覺得我 因為一直工作 我在電視台做了十年 媽媽覺得我都沒有時間去談戀愛 沒有屬於自己的 她當然 她也很心疼 希望我能夠有更多屬於自己的時間 她就總是提醒我說 要做開心的事情 你喜歡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自己要快樂 好像跟黃川安鬧得不太好的時候 就跟媽媽講 我要回來了 那我媽媽就說 慢一點 你等一等 先陪陪她 過兩天你再回來 吵架 過兩天 嫁就不吵了 人家就好了 媽媽很有智慧 她是很了不起的一位母親 因為她跟我說 她說 我跟你爸爸 是兩個人性格不合 所以我們兩個人分開 但她是你的父親 你還是要跟她聯絡 我爸爸比較嚴格 有什麼事情都是媽媽護著我 跟爸爸不是那麼親 但是到我爸爸年紀很大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應該多一點時間陪爸爸 我對我父親有一個遺憾 就是她希望我能夠跟她一起 到她的家鄉 就是甘肅 她生長的地方 也不知道那個時候為什麼會這樣想 我沒答應她 我都沒有去 還好我的妹妹去過了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白嘉莉 第三屆旺旺旺孝青獎開始了 希望朋友們 大家能夠透過詞曲的創作 和製作一些短的影片 表達對父母親的愛 趕快來參加 外面的世界紛紛擾擾 請不要擔心 你奇怪老輩 最愛最愛的寶貝 有一種關心默默的差異 全新守護你 MING PAn紧 MING PAn сильно 感谢观看